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7月4号星期一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 香港向中国输送万亿外汇的背后危机 我们看一下中国金融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第二个是疫情再次大规模扩散 这次又发生了 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 我们先播报 7月4号 直播一的要问简报 第一个 一名黑客7月3号在社交平台Telegram 表示从上海市公安局取得了 中国10亿市民的户籍身份证等敏感信息 以及数十亿警情信息 开价10亿比特币 出售 折价是 折价是19万美元 这批资料总共有23.88个TB 包括中国市民的姓名 中国市民的姓名 性别 年龄 出生地 地址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照片 还有手机号码 资料中还包括几十亿条警情信息 包括 报案时间 报案姓名 电话 报案人描述的 案件的具体的内容 黑客表示 这批资料来自上海市公安局的局域网获得 这个局域网和互联网做了物理隔离 但是 由阿里云提供私有云服务 有说法指出 这批资料早在半年前就已经泄露 而这次是 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信息泄露 除了包括10亿中国人的敏感信息 还通过请勤信息可以分析 当前中国的人口结构 消费群体 生活习惯 和中国社会发生的犯罪行为等众儿信息 截止7月4号 上海市政府没有对这次事件做出公开回应 中国各社交媒体已经屏蔽了相关的讨论 我就建议中国国务院网信办出来走几步 让大家看看 采取 采取了这么严格的信息保护措施 法律 法规 天天在要这些互联网平台 做这个信息安全审查 审查成这个样子 第二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号证实 乌克兰的军队已经从卢干斯克地区和 利西昌斯克撤离 意味着乌克兰军队 从整个的卢干斯克地区 的最后一个据点已经撤离 泽连斯基表示 继续死守在这座城市会造成致命的后果 撤走是要保住 乌克兰士兵的性命 他说当西方的现代武器增加之后 会以新的战略重新夺回这些地区 目前卢干斯克已经被俄军控制 乌克兰军队在顿尼斯克的地区只剩下两个城市 俄军在过去几个月已经不断的抛弃这两个城市 第3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7月4号 出席清华大学组织的 世界和平论坛时 指出 要求中国外交部停止传播俄罗斯的谎言 他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不断的传播北约挑起乌克兰战争 散布美国在乌克兰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的谎言 伯恩斯说 这些都是俄罗斯的宣传 可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却不断的把谎言传播开来 他说 中国不支持乌克兰战争 同时 希望通过谈判来解除战争 结束战争 那么 中国的高级官员和传媒就不应该一再指责美国跟北约 激怒俄罗斯 第4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世贸集团宣布 7月3号无法偿还一笔10亿美元的债券本金和利息 这是中国房地产行业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起违约事件 世贸表示 将会尝试和债融资或者是与债权人进行谈判 可是受到融资市场不确定性 和整体资金状况 将无法向债权人支付 部分其余的款项 世贸说目前没有收到债权人要求 加快还款的通知 贷款机构也没有进行法律诉讼 世贸今年以来销售情况不理想 今年前五个月销售合同 342亿 比去年同级减少了72% 去年以来世贸已经出售了香港和中国的将近20个项目 补充流动性资金 但是效果不明显 他说没有收到债权人的 还款通知和 法律行动是这一秒钟 下一秒钟怎么样不好说 这都是一个误导性的陈述 第五 7月2号凌晨3点50分 中国海上风电工程船叫辅警001号 在广东阳江附近的海域 因为防台 躲避台风 的时候 毛链断裂 走毛遇险 整个船体 断裂成两截 然后沉没 7月2号早晨7点25分 香港政府飞行服务队接到海上救援中心通知 要求协助搜救 香港电台报道说搜救现场风速高达每小时144公里 能见度只有500米 海面涌浪有10米高 30名船员由27人落水失去连失踪 获救的三名船员已经送到香港北大鱼山 医院救救治 截止7月4号下午 搜救力量找到了12具遇难者尸体另外救起了一名幸存者 其余14名船员失踪 辅警001号长204米 宽42米 隶属于上海华井智云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事发前辅警001号正在广东阳江附近的海域 参与青州风电项目的施工 6月30号回香港 去过回香港 躲避台风 在距离海领导 10多公里的地方抛锚 7月2号凌晨 船只又开始向西南方向移动 后来在茂名近海沉没 地点距离抛锚的地点有40多公里 沉没地点非常接近台风这个叫千八 风眼中心的范围 事故发生之后国家防汛 抗汉总指挥部办公室 应居管理部7月3号召开专题视频会议 协商调度会议 全程都没有提到香港救援 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件 这个是 发生的地点 非常靠近茂名 离香港还远的很 结果是香港派救援队去救援 然后整个的中国大陆的所有的报道都没有提到 其实整个救援是香港做的 然后呢就假模假样的国家 防汛抗汉什么总指挥部 什么应急管理部做了一大堆的报道 但是实际上 又说福建又说广东又说出动什么救援但是其实 福建广东都没有传到现场 这是一件非常可耻的谎言 第六 日本防卫厅公布 防卫省公布 中国跟俄罗斯的军舰7月4号 分别驶入钓鱼岛附近海域 这是2016年以来第1次 中国跟俄国的军舰同时驶入钓鱼岛海域 解放军海军一艘053型的导弹护卫舰 7月4号早晨7点驶入钓鱼岛 比联区 6分钟之后离开 日本海上自卫队派护卫舰进行监视 另外一艘俄罗斯的护卫舰在早晨7点到8点之间 在钓鱼岛比联区航行 同行的有另外两艘俄罗斯军舰 但是这两艘军舰就没有驶入比联区 日本防卫省指出 俄罗斯军舰首次进入比联区 而且中国军队再次在驶入 他认为中国军舰 是和 俄罗斯军舰 是一个联合有关联的行动 日本外务省致电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 要求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中国中方官员则重申对钓鱼岛主权的立场 第7 7月4号12点20分 上海静安区威海路与成都路北路附近有人磁刀伤人 士兵显示建筑物的大堂内 血流遍地 那么一名男子后背的衣服上也有很多血迹 视频显示 拍摄视频的女孩一边拍摄一边说 不要下来 不要下来 不要从楼上下来 据悉事件是有员工和员单位存在矛盾 协商不成 然后 持刀商人 持刀者姓高59岁已经被警方 警方控制 第8 美国市民欢度国庆节的长假期周末之际 各大航空公司因为机组人员短缺 7月2号3号总共取消了1500个航班 数据显示 周末期间打美航空取消的最少只有220个航班 打美航空取消了至少220个航班 联合航空取消了128个航班 美国航空取消了67个航班 另外美国东岸在7月2号 发生了雷暴天气 让波士顿纽约费城 亚特兰大和夏洛特机场的航班延误 各地的机场都有旅客滞留 出现了混乱 那么航班追踪网站预计7月4号至少有800个航班取消 让三天的假期取消的航班超过2300个 第9 香港立法会 香港立法会的议员何俊贤7月3号确诊武汉肺炎 何俊贤在6月30号参加了 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会面 拍摄合照 他站在习近平的正后方 中间隔了一排人 站在何俊贤两边和前面的人 包括 长江集团主席李泽聚 港区人大代表黄玉山 公联会立法会议员黄国等 何俊贤说6月30号检测 结果是阴性 7月1号样本检测出低 病毒量被定性为不确定 所以就没有参加国庆回归活动 第10 7月2号中国驻加拿大温哥华总领馆发布最新的通知 没有接种或者没有完成疫苗接种程序的人员 因紧急或必要的原因去中国 如果符合双阴性的检测要求 可以提交 提交健康码的申请 但总领馆强调原则上 仅接受 已经完成双剂疫苗接种人员 或者已完成单剂次疫苗接种 满14天人员的健康码申请 另外6月30号总领馆公布 最新的检测要求 比之前减少了一项登记前12小时的 抗原检测 目前回中国的检测要求分两次 分别是登记前两天一次核酸检测 登记前一天一次核酸检测 两次核酸检测间隔不得少于24小时 第11 祝您作家倪匡7月3号下午 在疗远院病逝 中年 87岁 倪匡原名倪冲 1935年出生在上海 祖籍是浙江宁波振海 他1957年偷渡到香港 曾经当过工人教队和编辑 1962年他在金庸的鼓励下 开始用笔名卫斯里写小说 倪匡写作范围非常的广阔 他的小说包括侦探 科幻 神怪 武侠 严琴等 最著名的包括卫斯里系列和袁正侠系列以及 女黑侠 木兰 木兰花系列等 倪匡和金庸 黄瞻和蔡兰被誉为香港四大才子 倪匡一直反共 他说他 当年逃离中国大陆之后就没有回去过 很多有钱的朋友都劝他去中国大陆走走 他说现在共产党不同了 共产党和蚁王不一样 就是和非洲食人族一样 他们千万不要很多字地去英美留学 然后再回到非洲 他说现在的共产党 用刀叉吃羊肉但本质不改变 那么 动态清零 现在这个倪匡去世的消息冲上了 微博热搜的第一位 那么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倪匡之前 曾经用过官方微博 好 这是我们的药文简报 先讲讲疫情 我们再讲另外一个主题 疫情动态清零政策失效 那么有一星期之内有12个城市爆发了疫情 疫情突然扩散 这一轮疫情的中心是安徽省的四线 基本上扩散到了长三角的其他的城市 7月4号安徽省宿州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在四线召开新闻发布会 官员使出截止7月4号下午4点 四线在这一轮疫情累计报告863例阳性病例 与7月3号晚上8点累计798例比较 四线一天增加了65例阳性病例 四线的疫情是从6月26号开始 6月26号连续四天 四线累计32例感染 从6月30号以来 四线的感染病例大幅上升 每天增加200例 6月30号是163 6月7月1号是242 7月2号是256 7月3号是234 每天都在200例以上 那么四线从6月29号 实施风控管理 所有的小区 村 镇 市民都不得外出 当地政府根据最新版的疫情防控方案 按不同风险地区 划定高中低风险区 全市总共有13个高风险地区 实施风控管理期间 全市 全县市民要接受核酸检测 到目前为止 四县已经开闪六轮 全员核酸检测 累计检测304万人次 最新一轮的检测 社会面发现14例 显示当地的传播链还没有断绝 那么当前四线的疫情的源头未明 多少人曾经参与病毒有接触的人员也不清楚 那么疫情防控指挥部的专家认为 在社会面发现的感染人数 出现下降的趋势 那都是这么说 然后又是 疫情处于关键期 什么时候不关键 那么预计今后几天仍然会发现新的感染者 正在疫情指挥部处置疫情的安徽省省长王清线表示 要坚持动态清零的总方针 然后就保持暂时状态 以快之快 就被口号了 那么四县政府决定 实施疫情防控的小区长 和楼栋长 和单元长的管理制度 一有长 就把权力下放 那么 把权力下放了 就让这些所谓的长 能够就近进行管理 控制这个居民的行为 共产党在这个领域非常熟悉 非常有经验 另外国家卫健委公布6月26号到7月3号 安徽省总共报告本土确诊病例 133例 宿州市 四县132例 领币县1例 另外这段期间没有无症状感染者724例 这意味着安徽省全省的感染人数已经超过了850例 四县是位于安徽省的东北部 属于素州市的范围 人口是92万 四县和江苏 山东 河南三省交界 省基因人员往来非常的多 所以自从四县发生疫情之后 关联到县外和省会很多地方 过去一个星期 藏三角总共有12个城市出现了 疫情 包括 我们数一下 安徽是合肥 宿州 邦部 淮北 江苏是徐州 南京 无锡 延城 苏州 淮安 浙江是两个 一个是杭州 一个是京华 那么其中这个宿州的临币县 邦部的故镇 江苏 南京 徐州 无锡 淮安 这几个地方的疫情和四线是有关联 这意味着四线的疫情在长三角地区 不断的扩散 随着疫情的扩散 长三角的城市开始 调整防疫措施 合肥原来在6月22号已经停止常态化核酸检测 6月27号开始出现本土疫情之后 当地又开始进行了两元核酸检测 7月3号起 合肥市 合肥市宣布 加大重点人群的检测力度 加密这个检测评测 全市区域核酸检测三天一检 做到阴检进检 然后是五虎 五虎没有发生本土感染 但是最近开展了核酸检测 那么无锡南京 最近 就是 就是 建议市民非必要不离市 其中无锡 无锡市在7月2号 宣布了一系列的防疫措施 第1个 市民进入公共场所要查验 48小时核酸检测 这个餐饮 不在堂食 关闭各大景区 那么现在这个其他场所 按照正常人流要控制50%的正常人流密度 然后之前无锡 因为有一个村有一个社区 感染发生了疫情 全社区大规模的转移 转移隔离 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长三角地区的疫情 又开始出现了爆发 这是第2个 第3个 各地又开始减少常态化核酸检测 河北省石家庄市7月3号在微信公众号宣布 7月4号起 暂停全市每周一次的 常态化核酸检测 从7月4号起 市民进入公共场所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不再查验 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 除了石家庄 还有宝定 唐山 张家口 相继都取消了每周一次的常态化核酸检测 河北省三河市公布 通勤北京的市民回城时 只要扫三河 疫宝通 就可通勤 不再需要 每天核酸检测 那么之前全国各地发生了大规模的 建了大量的这个核酸检测厅进行常态化核酸检测 可是这场运动正在逐渐的消失 最近两个星期有很多的城市都宣布取消 不完全统计 浙江的舟山 安徽的淮南 陆安 山东的德州 深圳已经取消了常态化核酸检测 北京上海杭州沈阳 将常态化核酸检测 从48小时 延长到72小时 湖北省把全省的核酸检测三天一检 调整为5天一检 那么为什么会为什么会这种调整 国家卫健委的官员已经多次表明 核酸检测不能够成为常态化 6月9号这个贺清华在记者会上说 没有发生疫情没有输入性风险的区域 核酸检测不应该成为常态化 大体上是这样 现在的情况是 现在的情况是 一方面长三角地区 当然以安徽为中心 发生了新一轮的核酸 疫情 爆发了新一轮的疫情 这一轮的疫情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不清楚 那么现在我们要高度关注 这是我们第1个主题 第2个主题 香港向中国输送万亿外汇背后的危机 那么中国大陆和香港7月4号 公布了两个合作协议 这两个合作协议有点专有点专业 合作协议第1个7月4号 人民银行香港证监会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布联合公告 披露有关安排 新的安排机制名为互换通 互换通是一个利率互换市场 互换互通的互联互通的合作 那么市场将从今天开始 开展为期六个月的准备工作 具体开通时间例行通告 互换通是指 中国境内 和境外的投资者 通过香港 和中国大陆之间的金融金融设施的连接 参与两个金融衍生产品的市场机制的安排 新的这个机制安排标的是什么呢 标的是 利率互换产品 也叫 利率调期产品 Interest Threat 是一个 是一个调期或者是互换 根据这个安排 互换通 会先开通 北向通 就是香港和其他国家 的境外投资者 经过香港和中国内地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连接 的交易结算 的安排 参与 中国银行间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 香港证监会说 互换通将会为 境外投资者 投资中国内地的证券市场 产生的利率风险进行有效的管理 那么2017年7月 中国内地和香港启动了 债券市场互通互联的安排 那么向境外投资者 开放 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 就是北向通 那么到去年9月启动了南向通 允许境内的投资者参与境外的证券投资交易 那么人民银行统计到去年全年 境外投资者达到 这个 这个人民币的债券交易有11万亿 截止去年年底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债券规模 达到4万亿 占整个市场总托管量的3.5% 人民银行说随着境外投资者 持债规模扩大 交易活跃度上升 那么它的衍生产品利率管理风险需求也增加了 什么意思啊 简单的说我们简单的描述 境外投资者 他投资中国的这个国债 大部分是国债 主要是国债 当他买了国债之后 他面对一个风险 什么风险就利率风险 那么利率风险呢 如果比如说美元利率在上升 当他美元利率在上升的时候他持有国债相对的利率不就减少了吗 那他要防止这个风险怎么办 他要进行利率互换 或者是掉期 他实际上要做一个美元利率的对冲 就防止 美元利率上升 他造成的损失 那这种对冲你必须要进行一个利率互换利率协议的互换 那现在 讲的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讲来讲去就是一个这个东西 这样的话外国投资者在买 这个中国的国债的时候 他做一个利率对冲 防止出现这个利率的变化 他产生了风险 他就不必 因为 美元利率上升他要抛掉 人民币的 这个国债 去对冲这个风险 他可以通过这个就可以 对冲这个风险 这件事这是协议一 协议二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7月4号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与香港金融管理局已经在最近签署了人民币港币 常备互换协议 那么将双方 自2009年起建立的货币互换安排 升级为常备互换安排 那么利率货币互换协议是中国人民银行 和香港金融管理局的一项货币管理合作机制 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两地的商业银行 设立对对方市场的分支机构 提供短期流动性的支持 强化市场对这个 市场的信心 那么协议运行到现在总共有43年半 最初流动性支持的规模是2000亿 2000亿人民币 跟2270亿港元的互换 那么最新的协议是5000亿人民币 对5900亿港元的互换 那么最新常备 扩大到多少 8000亿到9400亿港元 人民银行说 由于互换安排已经优化为常备协议 有关机制未来将长期有效 不需要再定期续签 所以未来互换流程也会进一步的优化 资金使用更加便利 那么这是这次建立的常备互换安排 并适当扩大资金规模 使香港市场提供更加稳定 长期的流动性的支持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 增强市场内增性的动力 讲了一堆好处 我就不念了 那么 我们解释一下这件事情 香港是什么 香港作为一个亚洲金融中心 香港拥有中国以外 规模最庞大的人民币资金池 在香港的金融系统当中 有超过6000亿人民币 所以香港的各个银行系统 各个银行都有人民币存款 那么所以香港是 香港是人民币离岸业务规模最大的一个城市 第2是谁 第2是新加坡 根据Swift的统治数据全球70%以上的人民币 支付 是通过是在香港 进行结算 那这是第1个这是一个大背景很重要就香港有6000亿的人民币 第2个 什么叫货币互换协议 货币互换协议是中央银行之间的 货币互换协议指的是 这家中央银行跟另外一家中央银行签一个协议 约定 在一定的条件之下 那么一方 以本币 换取对方的这个 货币 他主要是短期的流动性的支持 到期之后再换回来 那么 资金使用的同时你要付利息 你要借 等于是跟对方借钱 那么货币互换协议的作用是什么 货币互换的作用是 便于进行这个贸易或者投资中 用本币结算 而且加强这个市场的信心 为什么 为什么其他国家有没有 其他国家没有 中国有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民币不能够自由兑换 特主要是中国 中国因为他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 但是人民币又没有办法自由兑换 所以你在对方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日本 日本的中央银行跟中国是有货币互换协议 为什么因为中日之间贸易非常的频繁 当他贸易频繁的时候 对方 有一些商业 日本的商业银行 有人命币的需求 他需要持有一些人民币 人民币的需求因为他要结算 那怎么办他只能跟中央银行换就日本银行换 但日本银行没有人民币因为人民币没办法在市场上购买 那怎么办那就他就找中国人民银行说我们换一点钱吧 我可以跟我们的商业银行进去结算 大概就是一个这个意思 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那这两个协议我刚才念了半天非常枯燥的协议 这两个协议有没有关联 这两个协议一毛钱的关联都没有 这两个协议一毛钱的关联都没有 这个完全不搭界的事情 但是人民银行为什么要同一天 来公布这两个协议呢 是不是这两个协议正好同一天发生 不是的 不是的 人民银行跟 香港金融管理局的 互换协议其实不是今天发生 是之前已经发生 他没有公布 他是等的这个互换通 互换通这个达成之后一起公布 为什么放在一起公布 用意当然非常明显 是为了降低其中一个协议 引起的关注 那到底哪个协议比较敏感呢 互换协议最敏感 为什么 大家知道 这个 互换协议原来是五六千亿现在直接就 拉了小一倍 就拉到9400亿 9400亿的 规模为什么是9400亿 9400亿就是避免万亿 万亿听上去多大了 9400亿怎么着还是没过万亿 就是为了降低这个货币互换的敏感性 中港的货币互换是香港 向中国输送外汇的一种方式 之前有人讲说这个中国在偷偷摸摸的 把香港的外汇储备拿走了 这种猜测呢 有没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查无实据你没有看过账本 你不知道 但是你现在你就知道了 为什么这么讲 原因很简单 人民币不可兑换 港元自由兑换 港元自由兑换我们经常讲过 港元所谓的自由兑换其实港元是穿着一个港元衣服的美元 因为每一块钱港元 背后是由美元 做准备 港元就是美元 那人民币不可兑换 可是他跑到香港去 换了1万亿的港元实际上就是换了1万亿的美金 因为他可以把走上握的港元 跟金融管理局直接换换走他的美元 金融管理局是不能拒绝的 这就等于什么 等于用人民币 把香港的外汇储备换走了 这个区别是没有区别的 但为什么要 虽然他讲了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 我们能够支持香港 支持个屁 香港本来就有大量的人民 我为什么上来就要讲 香港本身是中国最大的离岸人民币的资金池 香港现在有6000亿人民币 在香港金融系统里面流通 各个银行 香港的金融管理局 需要去帮助做结算吗 完全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 因为 香港的金融系统里面本身就有人民币 香港是在 香港是 人民银行就在香港进行人民币融资 所以 金融管理局是没有必要 和人民银行 进行货币互换 理解吗 人民银行是有必要跟其他的中央银行 进行货币互换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其他国家的金融系统当中 是没有人民币的 那你就 那你就明白这件事情的本质 这件事情的本质就是人民银行 把香港 的外汇储备换走了 那本来呢 香港回归了 人民银行去砍一点油 可以理解的 那你开个 一两千亿 换就换了 但是这次不一样 这次有点不同 不同在哪 第一 规模 规模已经换到了上万亿了 这是第1个 规模一下拔到了上万亿 说明什么 说明中国的外汇储备有问题 规模达到一个这样的级别 你说开点油那就正常 香港从英国的殖民地变成了中国的殖民地 从殖民地捞点好处 就算进贡吧 这次除了规模以外 还有一件事情 他把这个 货币互换变成了什么 变成常备互换安排 货币互换到期你得把钱还给我 然后我们再签个新的协议 然后我再把钱给你 那钱给了给去很麻烦 他就干脆就这样 我们叫常备互换安排 常备互换安排就等于我们这协议签 除非我们叫中止 否则的话这个协议一直有效 这意味着什么 钱你就不用还给我了 直接你拿去花吧 花到哪天你觉得不要了你再还给我 你先理解吗 所以现在所谓的常备 常备互换安排 就等于不用还了 那你想一想 港元拿走了1万亿 相当于1万亿港元的外汇储备 给了人民银行 那港元联系互利有没有问题 港元联系互利当然有问题因为你的外汇储备少了呀 这说明什么 第1 中国的外汇储备肯定出了状况 你否则你不会动用这种 这种手段拿钱 这种手段拿钱基本上明眼人一看就能懂 而且你规模已经达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达到上万亿这样的地步 你就疯了 你不是说风到一定的程度你不会做这个动作 这第1个 第2个 以前会不会这么干 以前也会这么干 但是 不会那么大规模 现在你规模都 搞得上万亿 你后面还会不会增加不好说 所以这可见什么呢 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在中国的定位已经急剧下降 以前是给香港送钱 香港需要什么 就给什么 为的是保证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现在不是送钱是从那抽血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个香港的这个金融中心的地位 下降了 下降了 说明他需要 他可以从这拿钱 没那么重要 没那么重要 这是什么从香港拿钱意味着什么 这叫釜底抽薪 釜底抽薪 我今天讲这件事情核心的并不是想只讲这件事情 而是我们发现 我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做日常新闻的时候 我们发现中国的金融系统最近表现不正常 你看第1个不正常我们前面讲了 跑到香港去拿了1万亿来 这个不正常 中国以前 中国出口这么好 大家知道中国一直在出口从去年开始到今年 海关的数据中国去年有将近5000亿的外汇 就是贸易顺差 去年5000亿的贸易顺差 5000亿很多钱 那今年上半年出口也非常的好 理论上来说中国的外汇是非常充沛的 非常充沛 对不对 那你出口这么好 外汇这么充沛你还跑到香港去拿钱 说明 有问题 这是第1个 第2个 中国各地的银行 各个银行 各地 各家银行 兑付都出了问题 兑付都出了问题 兑付出了问题问题在哪里 我们之前讲兑付出问题有两个原因 第1个原因是银行之间竞争激烈 一下子蹦出这么多银行来 到处都在抢存款 抢存款呢我也守住自己的存款所以他想办法 增加兑付的难度 就是让你取钱没那么容易 甚至装傻 这是一个原因 但是另外一个原因 你就发现 不完全是这样 那你可以发现最近这个银行爆雷的情况越来越频繁 然后银行之间的这个 交往这个交易也出现了问题 所以这就不仅仅是竞争的问题了 那是银行系统有问题 银行系统有问题 银行系统有问题呢有两个原因 第1个原因是什么 银行的爆雷就开始发生 银行自己有问题 银行资产出问题 我们之前讲中国的银行系统 没有人知道里面有多大的窟窿 为什么 银行的这个账本造假 到目前为止 没有人看过中国的银行的账本 为什么中国不让 其他国家包括美国 在美国上市 看他的账本 原因就在这里 你不知道中间的窟窿有多大 经济高速增长 窟窿再大也没关系反正我挣的现金流 但经济开始下降的时候现金流就开始减少 窟窿就开始漏出来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 短期原因 长期原因我觉得是 跟银行 的窟窿 就是 就是 这个叫什么 叫这个 这个 就是原来的亏损 原来巨大的亏损 但是没填补回去 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 跟最近有 还有一个原因 跟什么原因 跟中国今年上半年 发 债有关系 中国今年以来 地方财政收入遇到了前所谓的冲击 为了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 保持经济大盘的稳定国务院5月31号公布了一个 关于 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 这个通知里面说 要求 加快今年已经下达的34,000 3.45万亿 专项债的发行使用进度 6月底之前基本发行完毕 力争在8月底之前基本使用完毕 从6月27号 到6月30号这一星期 地方债 地方债发行5210亿 其中新增的专项债是4000亿 地方债连续三个星期一个星期发展 发债规模 5000亿 连续三个星期一个星期超过5000亿 历史上绝无仅有 6月份地方债发行规模达到了 1.93万亿 创出历史新高 上个星期发行结束之后 等于6月末新增专项债发行达到了34000亿 基本上完成了专项债的目标 从发行的进度来看 5月后 地方债发行明显的提速 其中5月份发行规模是12000亿 6月份发行达到了1.93万亿 创出历史新高 最高的原来最高是 2020年的5月1.3万亿 现在1.93万亿 非常大 那么进入第2个季度中国政府的这个债券发行这个地方债 疯狂的冲入市场 大规模的发行地方债 地方债 购买主体是谁 地方债购买主体就是银行 地方债 银行去认购了 地方债的主体 那理论上来说如果债券大规模发行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市场的资金开始紧张 市场上资金紧张会出现什么现象 就是银行之间的利率拆借利率会上升 银行之间拆借利率上升后果是什么 人民币利率会上升 这件事有没有发生 没有发生 你看中国的市场 市场银行间的拆借率 非常平稳 那人民银行有没有向市场大规模的注入资金呢 也没有发生 过去 过去一段时间基本上人民币 向市场发动 发送的这个注入的资金很稳定 没有 变化 那这是什么实现这是怎么实现的呢 那你想一下 地方债在大量的发行 人民银行呢又要把这个利率摁下去你要知道 地方债怎么发行得出去 地方债发行得出去的原因只有一个 市场的利率比地方债的利率要低 理解吗 那比较一下这个收益更高那就去买 人民银行要做一个动作就把市场的利率压下去 来保障这个地方债的发行 人民银行又不能够注入大量的流动性 如果向市场注入大量的流行性 人民币会出问题吧人民币会出问题 人民币有没有出问题 人民币出过问题 5月份出了一下问题 换你发现人民币的汇率没问题了 控制住了 那怎么办 人民银行是怎么做到 把人民银行做到 我们研究了一下我发现我知道人民币是怎么做到 这跟这一切的操作都有关系 人民银行把商业银行的内部银根一下子抽紧了 什么叫抽紧 就把钱从商业银行的里面拿走了 拿走了 拿走了之后 拿来干什么 拿来 平息市场的 流动性需求 同时 禁止商业银行跑到市场上去抢钱 这就是为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 过去一段时间从今年开始 商业银行的兑付出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原因 人民银行没有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但人民银行让市场的利率仍然保持很低的水平 因为商业银行内部 人民银行等于把商业银行的钱扔到市场上去了 不允许他抢钱 那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 这样做的好处呢 就是继维持了市场低利率的水平 人民银行又没有向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 流动性就是钱 人民币汇率又没有受到压力 只要保密工作做得好 所有的代价都不用付出 汇率不用付出代价 人民银行不用付出代价 啥都不用付出代价 代价仍然要付的 经济活动 你总得找个出口 出口在哪 商业银行 出现什么 出现流动性不足 所以你可以看到 各个商业银行从农业银行到工商银行 甚至到中国银行 都出现了兑付的问题 兑付的问题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人民银行把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拿走了 这就是结果 然后呢把整个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抽紧 一抽紧的情况 大的银行不会倒闭 小的银行就出现爆雷 小的银行就出现爆雷 那村镇银行爆雷的情况应该不是 不是个案 最新的例子 辽宁省银保监会7月3号宣布 7月2号 沈阳农商行 完成了对辽阳农商行 和太子和村镇银行的接管工作 用沈阳农商行去接管辽阳农商行 跟太子和村镇银行 接管这两个 那么他说目前辽宁省地方 法人银行资金充足 运行平稳 他不说这话我就算了 他一说这个话那可能辽宁就出问题了 他说下一步银保监会 会同人民银行积极支持 配合 辽宁省省省政府 深入推进地方法人银行改革发展 共同维护 区域金融稳定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巴拉巴拉巴拉 那么这个说 这个沈阳农商行在官网发布公告 说客户你在辽阳农商行 太子和村镇银行已经办理的存款 存折存单 银行卡 可以在沈阳农商行继续使用 也可以免费更换 资金安全交易不是问题 这个敲门声的把这两家银行给灭掉了 但是沈阳农商行 自己不咋地 沈阳农商行 是2011年12月成立 它是由 四家农村信用合作社 转制合并成立的 一个是东陵 一个是余虹 一个是省北 一个是城区 四家 农村信用合作社 是辽宁省第一家地级 农商行 到去年年末 农商行的资产规模只有649亿 只有649亿 负债616亿 亏损2892万 不良贷款率 达到6.69 高于整体平 6.69很高的 博背的覆盖率只有57.68% 低于监管要求 低于监管要求 辽阳农商行是辽宁省在辽阳市 宏伟区 太子河区 和工厂 叫 工厂领区 三家农村信用合作社 成立的 然后他还收购了一个这个村镇银行 叫太子河村镇银行 投资持股 那么他的辽阳农商行 资产规模是1468亿 负债规模是1397亿 他还有9亿的利润 问题是辽阳农商行明显的比沈阳农商行 强得多 他这个规模1400亿 那个规模只有600多亿 用一个600多亿的这个农商行 去吃掉一个辽阳农商1468亿 脑子进水了吗 脑子没进水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中旺 辽阳农商行是中旺持股70% 他要把 中旺他的 这个股权给他吃掉 就在做一件这样的事情 大家知道中旺暴雷 中旺暴雷然后呢就拿一家 只有680多亿资产的 沈阳农商行 去吃 辽阳1400多亿的 也就是辽宁能干这样的事情 这是一件事 这是一件事 辽阳农商行的前行长 辽阳农商行的前行长 叫什么呢 叫 江东梅 江东梅是在 去年3月外逃 然后呢又通过国际刑警 抓他 去年的10月2号遣返 大概是这样 反正就是你可以看到 这是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二是南京银行 大家记得南京银行6月29号 行长辞职 同一天南京市人大常委会任命邓志毅 做副市长挂职副市长 管什么呢 他原来是兼任 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我印象是 工商银行的资产管理公司 那么他是代理董事长的职责两个月 然后他协管协助管理的范围包括南京银行 6月29号发生了一件事 7月1号南京银行发公告 换公章 当天网上就开始流传 说南京银行 这个深陷上千亿的债务危机 当天 当天 互联网上流传一段 这个社交媒体的聊天 聊天记录 西部证券的一个分析师 叫傅明飞 说了一段 说了一些话 讲这个南京银行出现的问题 然后这段聊天记录 在这个互联网上发酵 然后南京银行连续两天股价下跌 到了7月1号南京银行发公告 说相关信息恶意造谣向公安机关报 报案 傅明飞在朋友圈紧急致歉 7月2号西部证券说已经终止 傅明飞的私用期 解除劳动合同 7月3号南京市公安局嫌务分局发通告 说已经对傅明飞 进行了 治安管理处罚 然后南京银行现在的说法是 网上的说法是 南京银行暴雷有四宗罪 第一 持有地方政府的债券太多 第二 表外窟窿太大 光他自己的成对汇票就有1800亿 第三 流动性枯竭 只能靠发债募集的3500亿 现金流支撑日常 还循环的借中国人民银行1100亿 保持它的日常运作 第四 南京银行有挤兑风险 那么日照银行帮他代持的理财产品就2892亿 南京银行自己的理财产品有3271亿 那你加这你算一下有多少钱 南京银行去年的年报营业收入是409亿 去年年末它的总资产是17489亿 总存款是10717亿 不良率达到不良率是0.19% 那么这件事情 这是南京银行 案例三当然是河南村镇银行 河南村镇银行 河南村镇银行我们从目前暴露的情况来看 可能它发生的内情 不仅仅是有人诈骗的问题 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最近我们看到的情况是 中国的金融系统 开始出现了一个 开始出现了一个紊乱的情况 中国跑到香港去拿过万亿港元 然后中国的银行系统兑付出了问题 然后各个银行中小银行暴雷 然后出现了各个原来没有暴露的情况现在开始暴露 现在最要小心的是什么 大家特别小心的是什么 两点 第一点 政府 我觉得 银行当然要防范但是首先要防范的是政府 中国政府撒谎没底线 撒谎没底线操作没底线 他完全是黑箱操作 不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 他一直想用欺骗的方式蒙混过关 但是这个问题会导致的后果是什么 这个问题导致的后果就是你不知道这个问题有多大 你无法判断 因为他不公告 金融 金融的底线是什么 金融的底线你是你不能作恶 你不能干坏事 你不能作恶 那中国政府呢他没有底线 没有底线你不知道这后面这个这个窟窿有多大 窟窿我这其实正式的名称叫亏空 中国银行亏空这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亏空到底有多大没有人知道因为他的账本他是不公开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大家首先要小心的是什么 就是政府 中国政府的撒谎 撒谎成性这是第1个 第2个银行 银行现在的情况是 都不好 银行的情况都不好 大家知道这个都不好有两个原因 第1个原因是经济 银行是经济的勤语表 你上升的时候银行就把成长的好处拿到 但是经济开始下行的时候银行就要付出代价 而且要加倍的偿还 但你加倍的偿还概念是什么 不管你银行的管理有多么先进 你都要付出代价 这是客观规律 不是中国就这样全世界都这样 上升的时候银行的业绩非常好 经济一下来 银行就跌得稀里哗啦 这是一块 这是一块 第2块就是原有的亏空 原有的亏空本来应该在经济增长的过程当中 把它填补掉 但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当中由于他 他不断的扩张 他并没有把原来的窟窿填补掉 他反而窟窿越来越大 那你经济下行的时候你亏空能填 亏空就 盖不住了 因为现金流在减少 现金流减少那亏空就盖不住 南京银行的问题在哪里 南京银行的问题是 他去 去年前年这两年 他的资产 资产规模都在 暴涨 每年资产规模 都增长超过15% 这是一个情况 那你想一下经济下行你资产规模上升 然后他的这个 这个我们叫坏账率 他的坏账率都低于版的1 这个数据表明什么 他在做假账 因为没有一家银行能够做到这一点 何况他南京银行 他在做假账 只要他在这里做了假账 在其他地方 肯定也在做假账 所以市场上传说南京银行有过千亿的 这个问题 资金的问题 我相信这里面是有真实的情况 因为他在做假账 这件事情一定是真的 只是这个规模数字到底是多少 我不清楚 但是他一定有问题 南京银行有问题 你可以看 辽宁 用一个600多亿的 农商行去收购一个 1400亿 的另外一家银行 这不疯了吗 所以你可以看 地方政府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操作空间的 辽宁如果但凡有其他的手段 也不会用沈阳农商行 去收购辽阳农商行 他手上是没有牌的 光杆司令 好吧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事讲这么多 总之呢我在这里提醒 提醒墙内的网友 金融风险现在非常的高 大家要小心 第一个尽量的不要去投资 第二个 尽量的不要把这些资金放在 放在什么农商行 城商行 这些想都不要想 本地的 本地的 像什么南京银行这种级别的银行 也不要把钱放在里面 为什么 这些银行 跟地方政府千丝万缕的也联系 南京银行原因是什么 他应该是背了地方政府很多 很多锅的 都是让他去背的 所以大家千万要小心 好吧 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我仍然希望大家来积极的参加我们的互动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平台不发通告 请大家关注我的脸书号 跟这个推特号 那我会在节目开始之前把这个直播的链接发到这两个平台上 大家直接点击链接就能够进来参加我们的直播 这是第1 第2呢Patreon这边呢 我们仍然没有看到他有开放的这个情况 但是Patreon这边仍然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 服务 就是我们提供一个 所以我还是推荐 网友加入我们的Patreon服务 Patreon服务有两个优点 第1个他们有广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优点 因为很多网友不愿意看广告 第2个是什么 第2个就是我们有音频服务 音频服务原来呢在国内就不用翻墙 那现在需要翻墙了 现在需要翻墙 那我们也会想办法给大家提供一些翻墙手段 但是这不是我们提供的 我们也会推荐一些 翻墙工具 那么大家能够翻墙能够帮助国内的网友听到我们的节目 所以在这里特别 还是要希望大家能够加入我们的Patreon Patreon需要 更多的网友去支持他 否则我们就没办法 再提供 如果太少 订阅的话 我们提供就失去了 它的价值和意义 好鸣谢 谢谢 谢谢 请王老师喝咖啡 来自挪威的问候 谢谢 谢谢 节日了 王先生和团队还坚持播报 辛苦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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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绪 第1天在丹东不认社区核酸的结果 微博下留言 有的人48小时连续往返深港两地 不需要核酸和隔离 第2天微博账号就没了 没有任何通知 突然异常兴奋 我是不是可以申请政治庇护了 我不知道你的意思 我没看懂 情绪 今天建了10年 群 群员大约10人左右的QQ群被封了 原因是我发了那张把习近平和清朝皇帝 披在一起的 清灵地的图 因为只有我的QQ号被封了 关键是我发出来的一分钟不到就撤回了 提问 最近很少看到有关中国经济的情况 是不是经济危机已经转好了 是不是外贸和需求旺盛有关 你觉得经济好了吗 我觉得经济危机加重了 所以你的 你很少看到中国经济的事情 并不是 仍然是有很多的 只是你没有看而已 中国经济的危机 在加重 而不是好转 提问 香港外汇被抽干 那么美元汇率会崩溃吗 美元汇率为什么 跟美元有什么关系 你讲的是连续汇率是吗 如果中国不断的向香港借钱 把香港的外汇储备拿走 香港的连续汇率会崩溃 他是经不住 这种 这种方式的 情况 我拿到25万人的数据 我看表里面很多是外卖的地址 不知道警察怎么拿到的 我还统计了性别比例 比例是112 我看到易富贤也在研究这份数据 今天吃完晚饭 国内还能访问下载25万人的 数据样本 但是到了10点就访问不了 中国公安的效率还真是低 提问 请问这两天的数据库泄露时间 根据网上的资料 其中包括10亿左右的国民资料 身份资料 如果这个数据库是完整和真实的 是否意味着可以证实当前 大陆的实际人口就是10亿多一点 而不是14亿 如果此泄露的资料属实 加以细细分析 从中可以获得 很多无价之宝 老实说呢 我们就无从得知这个数据的真实 就是说 如果是真的 中国政府不会跑出来证实 对吗 那他一定要拔水搅混 搅得大家都不相信才对 如果是真的 一定是这样 如果不是真的 他就不说话 他就不做声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是觉得 这个数据库肯定是有价值的 为什么 我不相信有人会造一个这样的假吗 这么大工作量 那屠审了 那西方国家亡我自行不死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也有 但是 但是我还是倾向于 倾向于这个数据库泄露 为什么 中共做正事千疮百孔 这太正常 我相信 有这种可能性 比这个西方世界亡我自行不死要 要大得多 情况在泄露的 案件数据内 看到举报新疆住户办事处 主任 李火舟贪污 然后处理结果数 精神病的经典案例 一查还真有这个人 瞬间感觉头皮发麻 如果数据是真的就意味着有无数人羞于其耻的事情 被公之于众 实在可怕 提问爆发的越多 会不会对减少折腾的努力增加难度 这么多地方爆发疫情会不会给对习近平清零政策的 正确性增加注脚和说明 说明清零政策是对的非常对 是这样 会是这样 就是当它爆发的时候 那动态清零的理由就更 更充足了 这件事情是这样 提问有消息说因为疫情核酸的巨大 收益贪腐 习在二十大后会让出总书记的位置 老师之前说疫情如果大规模爆发 会不会影响到李克强降低动态清零的政策 是不是又给习近平一个翻盘机会 也不是翻盘了因为盘没有翻过去嘛怎么叫翻盘 不算翻盘 但是至少动态清零喊动态清零这件事情 有更强大的理由了吧 对吧 提问习近平近期到香港发表声明 香港一国两制维持不变 想当然果根本就是睁眼说瞎话 想问王老师对香港未来是悲观还是乐观 香港还有机会变回过去的样子吗 假如习近平无法顺利连任或者习近平卸任后 由不同的领导人改变现有的政策 能有所改变吗 第1个 这种假设性的问题老实讲我就不答的 为什么 假设很多假设怎么打得完打不完第1个 第2个我对香港悲悲悲 这个是悲观还是乐观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之前的节目 我们之前在报道港版国安法的时候我就已经讲过 港版国安法通过了香港万劫不复 我当时已经讲过这个话 港版国安法通过了香港就万劫不复 那你说我是乐观还是悲观 情况 墙内新闻南下资金 年内净流入港股1200亿 增持43支 股票欲益股 其中南下资金 增持股数前五名分别是 为什么 几乎是爆雷的地产股全是爆雷的地产股 1200亿满爆雷地产股为什么呢 国美不算地产股 这1200亿这么傻吗 有没有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增持 这些地产股 中海油也不是啊 中海油也不是地产股 保兴金融也不是地产股 有地产股了 有地产股 提问 国内人可以用这些协议换外币吗 不行 跟你没关系 跟你没关系 你要把资金转出来 要想其他办法 提问 按今天的汇率 1万元人民币可以换 1492美元 用1万港元可以换1274港元 美元 那么用1万港元换成1万人民币再换美元 岂不是赚了 换得了才行啊 你说的是什么 你说的是 排价吗 还是什么价格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如果有这种操作空间 不会等你了 别人早就干了 我不觉得有这种操作空间 提问 现在国内很多银行爆雷 我父母很担心 请问资金存在什么银行安全 如果可能的话 是否让他们尽量转移部分给我 国外的户口减少风险 你有多少钱 少于100万都不用谈吧 你说呢 我们讲资金安全是有规模限制的 如果你有个10万8万的现金 老实讲这种 你可以通过更换银行的方式减少风险 那么你说我要减少汇率风险 那你资金规模 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行 否则的话没有意义啊 大家知道这一点 当然对每个人来说 我账上的每一分钱都 都很要紧 但是如果你要操作的意味着什么 操作是有成本的 就说你相对你的成本 操作成本 你资金规模是很关键 情况 现在办出国留学公证 从4月份被拖到现在 迟迟不肯说说明原因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很好解惠 谢谢大家我的 Gamze 好好讲 我们我们 Staats Enter 都没有啊 你们